其实中美之间呢还有晶片大战 那是香港媒体说 中国三代晶片换到超车 超越了美国四方联盟围堵 主要是美国日前召集了 这个日本韩国还有台湾 要组建这个四方晶片联盟 对中国晶片制造业 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啊 就是围堵第二代晶片 那因此呢 中国积极攻坚刚起步 不久竞争没那么激烈的技术差距 较小的第三代半导体或晶片 所以它等于是绕过了第二代晶片 那包括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这一方面也寄出了 禁售EDA软体的种种招数 就是说这一连串的手段 我要请教宾哥 是不是中国其实都有办法绕过 那你不能说中国好法无伤 但是其实你说它真的伤吗 中国的底气还是在 所以也不是伤多么的重伤 其实你不管怎么样 制裁一定会受伤 就好像俄罗斯 虽然它的颅布上升 虽然它看起来 没有西方疫情之后的垮台 实际上它的经济还是受到重创 这是没有话讲的 只是它能够撑得比大家想象中更久 而且它的对手受伤比它还要厉害 其实国与国之间竞争白就在比这个嘛 中国大陆你去制裁它晶片 制裁它相关这些东西 它也一样会受伤 当然会受伤 那它的晶片特别是 它本来很有雄心壮志 想要在几年之内赶快 就能够追上世界低流的这个序列 如果现在被美国这样全面围堵的话 它要在制程上 在短时间真的要快速突破 当然有它的困难性 而且这个时辰可能会拖慢非常久的时间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第一个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新进制程晶片 那对它大部分的产品来讲 它其实是可以趋就 就是一般的这些成熟制程晶片就可以了 那对于这些相对的一些 需要比较小的晶片产品 比如手机这些东西 它其实以中国大陆它现在用硬做的方式 它可以做到7奈米 大概勉强也够 那当然你说到5奈米3奈米 甚至2奈米这种东西 这当然对它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这个在我觉得在10年8年之内 一定会让它受伤 可是你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逼使中国大陆投资更多的资源 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它不想被封锁 就是这样 那过去已经有太多的经验 也就是包括中国大陆 现在仍然不断的在追求突破的引擎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的战机 一向被人家诟病 就是它的引擎不行 它的心脏不行 它到现在 它的引擎科技大概只相当于 美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左右的水准 那它也一直不断的在改进 在赶操纵 因为它是师承俄罗斯那个体系的 本来在冶金啊材料方面就相对比较弱 那可是问题是 也因为这样子 它变成现在全世界少数有能力 做大推力引擎的国家 它是大推力中推力 然后甚至轻推力引擎 它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涡扇涡轴引擎 它都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就变成你西方的管制 促使它全面性的发展 那它自己本身有个 中国大陆有一个最大的能耐 就是跟其他各国不一样 因为它人口基数大 它国土又广大 那它金字纪实力本身也不错 所以你去制裁这样的国家 第一个你自己本身也会受到重伤 第二个当你逼着它 把整个产业所有的链 全部都自己拥有的时候 它就完全不需要靠你 它可以制成一格 那这是美国想要的吗 不要忘记 中国大陆跟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程度 现在是超过美国的 那美国现在去制裁它5G的同时 其实你会看到 5G 中国大陆5G 现在在那些买不起西方昂贵5G的 非洲大陆 或是一些比较第三世界国家 现在都买中国大陆的东西 那到最后你等于把这一些 对美国来讲中低阶的国家 你全部放给中国大陆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划算的生意 我觉得美国自己真的要想清楚 来看到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就是密切掌握 雷根号现在在哪里 它的定位在哪边 那当然美军有被问到 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否会派出雷根号来通过台湾海峡 那也是他 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汤马斯表示 他说如果北京是美国国会议员访台为挑衅的行为 那将会解读美国派出航舰会更具挑衅的行动 所以汤马斯不愿意证实美军是否派出雷根号航行台海 他只有表示会跟更高级的长官进一步讨论 那我在这边就直接请教兵哥了 就是说美国的航母动向可以说是完全曝露出台海的情势吗 我为什么这样讲 也就是说雷根号如果在台海附近是表示安全 很安全了 那如果雷根号走的话 因为他一嗅到是不是情势危险不妙 他跑得比谁都快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雷根号的讯号我们是这样看的 是这样吗 其实你看 即使是裴洛西或是美国的参议员来到台湾 请问一下他是雷根号是在台湾海峡吗 不是 他是在直接在台湾的附近吗 也不是 他是在有一段距离跟台湾距离大概五六百海里以上的地方 他在那边待着观察局势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为什么要待在那里 理由很简单在那里比较安全 是吧 因为当情势紧张的时候反而航母战都全部赶过来 每一次航母战斗群会过来或航母单独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 其实觉得他告诉你一个讯息安全没有事 就是太平盛世风平浪静 对因为第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作战道理台湾海峡两岸是全世界飞弹 防空飞弹最密集的地方 也是不管是对舰或对地飞弹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没有哪一个250的军舰会在作战的时候待在台湾海峡中间是找死 基本上就是找死因为你连闪都没地方闪 那台湾海峡很浅也不适合潜艇作战 所以台湾海峡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海军作战的地方 我是指现代海军古代海军当然例外 所以在假设一旦发生了现代战争 美军的航母战斗群绝对不会打在台湾海峡 他一定闪得远远的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只要敢在台湾海峡附近或在台湾周边附近晃来晃去 表示他认为没事 所以有事他就不会在这附近走 那当然最近可以看到 就林肯号已经回美国去了 然后呢现在只剩雷根号在这个地方 但他大概应该也要回他的母港 在日本这边去做一些修补啊这些状态 那为什么会这样 之前林肯号回去的时候 大家请注意到一个信息 通常航母大概出来 执行任务大概是三个月到五个月 五个月基本上是最多了 除非有特殊情况才会再延 为什么 因为在航母上生活压力其实很大 所以通常他们不会让他呆太久 因为呆太久的话官兵会出毛病 会呆不住 那我们以刚刚回去的这个林肯号 他的任务就是他战训任务强度来看 他每天光发射飞机都发射38架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繁重的一个 每天哦 每天 不是偶尔这样弄 每天这样搞的话 其实对一个航母来讲 生活非常紧张 那这次大概六个半月 将近七个月的时间 其实已经超出一般的正常范围 这表示什么意思你知道 表示之前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美军真的认为很紧张 所以要他留在那个地方 要留在那个印太这个地方 观察形势万一出了什么状况 他可以随时支援 可是你看美国现在的战略部署 你就知道 他现在把他自己最主力的 美军自己的最主力的部队 全部部署在第二岛链 关岛啊这一线的地方 然后他把第一岛链留给谁 留给日本 哦 因为日本海军其实也很强 他的空军也不错 所以留他就够了 因为万一一旦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军不会选择在台湾附近跟他打 他不会进来第一岛链 他不会因为进来第一岛链 对他来讲危险性太高 因为解放军的导弹 他根本不用出动船舰 他用导弹就可以打你 所以对美军来讲 他一定要闪到一个安全范围之外 那在第二岛链对他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发起攻击的时间 那他的航母战斗群如果来了 其实通常代表什么状况 表示他不是来战斗 假设他真的大批的航母战斗群来了 那恐怕是来接人 也就是把他的侨民撤走 那那个其实才是最糟糕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他的航母战斗群来了 然后呢一来就把人接走之后 他就跑 表示他研判台湾的情况非常危急 他要先救自己的国民走 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才是重大的警讯 那现在看起来美国至少认为 短期之内这附近是平安无事的 他认为解放军的动作不至于太大 所以他先回去修补 可是 他美军的这样的部署 其实慢慢就透露出一个讯息 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 万一将来台海真的发生战争 美军不会来 他来也是来接他的人走 他不会在那边跟他打 为什么 你要知道一个航母战斗群非常非常昂贵 现在一艘航母 新式的航母随便一舰都七八十亿美金 然后还不包括另外的上面的战斗机啊 人员啊 这些东西 再加上他配属的 不管是提康德罗家杰也好 那个博克及神盾驱逐舰也好 他周边的这些船舰都非常昂贵 所以美国经不起这种损失了 他总共也不过十个航母战斗群而已 所以他一旦发生战事 他一定会想办法在安全距离之外 因为接近中国大陆的沿岸打 对他来讲是一个失败率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美军过去已经好几次兵推都显示 美国如果硬要打 在双方都先把核武这个选项收起来的状况下 美军至少要损失两到三个航母战斗群 这对美军来讲是承受不起的损失 你知道一下损失两到三个航母战斗群 至少会让美军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失能 这对美国来讲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太天真 美军不会选择为台湾去跟解放军作战 他顶多只会像刚刚汤绍成老师讲的 他就会把台湾变成乌克兰 我不断提供武器给你 就只讲晶元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最近有个最新的消息 大家有没有看到 西方各国已经表示 我们已经没有资源再提供给乌克兰 也就是包括军备啊这些 我们已经差不多了 事顾不暇了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人家对你的资源 就算给你资源 资源也是有限的 我们台湾只有乌克兰的十几分之一大 我们台湾禁得起这样玩吗 大家自己去想想 而且德国不是已经有官员直接讲了 就是如果中国犯台的话 他们是不会有作为的 请问一下德国到底要有什么作为啊 他距离我们快一万公里 你请问一下到底他能够有什么作为 我意思是说你台湾就自求多福啊 他去制裁中国大陆 他去制裁中国大陆 是害到自己的经济有力 对 重点在这里 请问一下对他来讲 他到底想要有什么作为 所以我觉得会去问他们的人 基本上脑袋就烧坏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让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